大家好,我是波雲 又回到星期一 跟大家說一下今個星期有什麼要關注的外匯時間 首先就是上星期五 美國就出了他們的PC通脹數據 使得市場都頗開心 因為我們看到PCE 又叫做稍微回落 比市場預期低 尤其是核心上 核心的PC數據 按月的上升幅度是0.2 比市場預期0.3是更低 所以我們會看到 美國通脹數據有放門的跡象 當然,到底是一次性的數據 還是整個勢頭開始放門 當然要多看幾次 但數據公佈完之後 美金就繼續有回落的跡象 甚至輕微穿過了 其實我們由年頭開始 就是一個比較長的升浪 已經去到支持位附近 104.4已經穿了 所以接下來 這個星期 因為歐洲的央行 就會進行議式會議 相當關鍵 因為歐元 就佔了美匯的指數 一個相當大的比重 所以市場都在等著 到底歐洲央行 下一步是怎樣進行 不過出完這個PC數據之後 我們會看到 市場預計 今年聯儲局進行減息時機 都是在9月份 有機會進行一次 其實維持不減息 我們看到 其實都一半一半 到年底 我們會看到 比較大的機率 可能會減息兩次左右 不過市場 都還未確定 因為通証數據 只是剛剛出了一次 算是略微低於預期 所以繼續觀察數據 如何走 相反 重點是這個星期 繼續去看歐元 歐元我們會看到 最近的阻力位是1.09 衝不衝得破 其實很關鍵 就是看看 接下來他們6月6日的議式會議 他們已經連續22個月 維持了高利率 接下來 終於在一個高升的週期底下 一間主要的央行 就會進行減息 因為市場暫時預計 經濟學家認為 歐洲央行有100%的機會 會在6月6日 進行首次減息 總共會減25個基點 正常都是減一次息 這個銅 和近幾個月內 歐洲央行的官員 基本上都不停放出一些夾派的訊號 所以暫時在市場上 都預計他們會減息 而且超過三分二的經濟學家 受調查的那些都認為 歐洲央行 未來會在9月和12月的議式會議上 各進行減息一次 大概一季就減息一次 每次都減25個基點 整體來說 歐洲央行減息的步伐 都是保持謹慎 預計他們不會在會議上 給太多前瞻性指引 所以只是市場上預計 9月和12月會再減息 而歐洲央行 到底會不會公佈 他們未來的減息路徑 這就是歐元到底整體上落 一個相當關鍵的位置 因為我們預計 聯儲局仍然會維持利率高位一段時間 如果歐洲央行進行減息的話 利差擴大 其實對匯價會造成衝擊 歐洲央行怎樣都需要看看聯儲局的頭 歐洲央行雖然會比聯儲局更早進行減息 但是接下來的減息步伐 仍然充斥著很大的分歧 一旦的匯率又再到一些比較低的水平 即是歐元再次回落 其實對於歐元區來說 是會有一個輸入性的通脹 而上一次出 五月份的調和CPI 預計的調和CPI 我們會看到 比預期高0.1% 去到2.6% 核心的調和CPI 亦是比預期高0.2% 去到2.9% 歐洲央行早前也說過 預計對抗通脹的路程 會出現一些波動 接下來的通脹就不像之前那樣 一直向下行的 但是他們也預計 隨著時間 即是給他們多一點時間 繼續會去到2%這個目標進發 對於他們來說 減不減息呢 其實最主要都是看經濟的基本面 在第一個季度 歐元區整體的GDP 增長是0.3% 好過市場預期的 但預計全年的增長速度 只有0.7% 而且未來前景仍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近期大的事項都比較多 英國正在來大選 美國有大選 還要發覺 其實未來會舉行一個奧運 奧運也會帶來收益 所以這些全部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所以今年 即是下半年 比較動盪的時間 而歐洲央行 他們的政策獨立性有限 仍然是受制聯儲局的影響 還有歐洲各國的經濟前景 再加上他們的通脹 所以預計他們在央行的意識會議上 不會被太多的過度承諾出來 我們接下來會預計有兩個情況出來 出現任何一種的話 都會對歐元造成一個影響 如果他是給一些前瞻星的指引 即使說完這次減息之後 接下來還會繼續開啟減息的路徑 有些比較不明確的指引 我們就會看到歐元會落得比較快 但是相反 他會繼續說比較鷹派的說話 例如接下來減不減息 繼續看通脹的進程 比較無靈兩可 就會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暫時的阻力位置 依然維持在1.09 下面的支持位置 我們會看到大概1.076左右的位置 要下去之前 4月中的這些低位 最近的話 就要看看歐洲央行的意識會議 會不會出現一些驚人的言論 即是比較隔壁的言論 但是陸續來說 如果歐洲央行是按照市場經濟學家的預計 接近年底的時間 總共會減息三次 對於美元利息的差別 就會越來越大 對歐元來說 也是一個貶值的壓力在這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的支持 繼續想看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留言 能不能錙 而且當然 不能錙 發表 任何 vs